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最后如果实际的售价能更便宜点就更有性价比了 动力方面全都是1.5T的ECOBOSS涡轮增压发动机 170匹马力匹配7档双离合变速箱 所以福特领锐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追求大空间和性价比的朋友 而且还是合资品牌 像之前考虑CRV融放的朋友 如果觉得空间不够大也可以考虑考虑福特领锐 那一共有三款车有15万多的也有18万多的 买哪款车型更合适呢 我觉得如果你就是看中了大空间和性价比 对科技配置没有什么需求 那买最低配的柏林版就已经足够了 虽然是最低配但是配置也不低 起步就有了6完全气囊 智能驾驶辅助 倒车影像旋景天窗LED大灯 席质包裹的座椅 车联网车机等等等等 它比中高配主要是少了全景影像 电动后备箱全液晶仪表 以及自适应巡航 AR实行导航和循迹倒车这些 但是中高配价格也贵了两三万 所以最低配我觉得才是性价比最高的 关键的配置其实也不低 那如果你还是想要配置高一点 开着更方便更实用 那就买中配的尊领型 它比低配是贵了两万块钱 但是轮毂更大是19英寸的 也有了全景影像 电动后备箱 全液晶仪表 手机无线充电 自动大灯 氛围灯和后视镜锁车自动折叠这些 都能让车体看着更豪华更高级 当然也更实用 买这款车型其实就足够了 那咱也用不着买顶配 咱也不细看了 那这样来看 如果想买福特领锐的话 一共就三款车 选起来也不难 对配置没有什么要求 或者预算卡的比较紧的话 就买低配的博领型就足够了 想要高一点就买中配的中领型 那好了本期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您也有买车选车的需求 欢迎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